兩場之後呢 今天又再度的回到了先發 那陳偉宜呢 在前面三場呢 先發出賽呢 零勝一敗 4.91的自責分率 18.1局呢 就有三個四壞球保送 有16次的三陣 被打了兩支全壘打 兩支7-5的被打擊率 對他投球的這個內容 就跟盜齊隊今天先發投的Sripplin 正好相反 他是一場的時候 這個棒球有沒有道理 真的毫無道理可講 的確 通過交易才換了球隊 他也不錯 三成二五 也打了兩發的全壘打 8分打點 這一球就打給Golden 遭到的刺殺 形成了一人出局 今天在換先發投手之外 那另外Prado 是唯一今天 沒有單上九金山 那現在還沒有歸隊 毀棒落空 這位已面對到的是 這個明明是不錯的一個二雷手 這一球右外也是比較順風 但還好 Worning Train 前面掉下來 現場的氣溫是63度的華氏 設施 習慣這種溫度 現在面對FREE 他 今年到目前的打擊率是兩成94 得五分 就是他那個失誤 後來造成了一個結果 但那個失誤之前 回一棒落空 陳偉宜把他給三陣掉 在第一局 陳偉宜表現精彩 讓到擊隊的全右手打線 一開始是三上三下 這個雙殺手臂出現 所以不太順了 亞森特爾呢 在這個半局轉線上來 面對陳偉宜 這一球他還往後縮 結果壓了一半的在K中裡面 這一球也漂亮 對啊 你來看K中嘛 早就三陣了 對 你三球應該都被 這球也直接接進去 嗯 飛球進了三类手的Dietrich 的手套裡面去 攻內角當然也不是說那麼簡單 其實要投得準才行 那當然陳偉宜就會受惠 這球外角其實也不差 打全上 所以他就來守一了 軟弱的一個滾地球 又是Dietrich 沒有問題啊 碰到是補手的跑壘 嗯 德千八的中外野手 打第一球形成的 這個D 嗯 Klay Thompson的D Klay Thompson的D 對 家裡面出了一個職業 籃球也去到二零安打 全球走板剛下 蠻深遠的位置 蠻刁鑽的一個弱點 還好 這是個界外 光落 哇 嚇死了大家 嗯 不高啊 很好三壞的滿球數 川普森在昨天的比賽是五個大樹 一枝安打 這球打在三球之間 找洞穿越 五手Alice 這球打在了中外野的飛球 直接被Ozuna給揭殺掉 讓道具隊留下了一點像的慘蕾 陳文宜也度過了第二局沒10分 雙方0比0 Ozuna就去年之前就被交易到了馬鱗魚隊 沒到了馬鱗魚隊 至今 而且讓道具是有些遺憾 對 但是卻打出了一枝安打 是一個陽春炮 雪雷娜 這球又被他咬了結石 在左外野方向 Ellich接到之後很快地做回船 所以阻止了Topperson上二壘 打著上壘 而且接下來輪到投手 哇 結果捕手漏掉了 哇 對方不用觸點了 跑者就已經先上到了得分位置的二壘 對 這一球你還以為是不是碰到了棒子 其實當年也是非常被看好的手手 點進來 陳文宜下球讓給了三壘手 這事實上也沒有機會傳三壘 哎唷哎呀 這一球被打得扎扎實實 還好是界外 然後 到了轉過單位又打 KK很能等 回一棒落空 陳文宜用落地的曲球 把他給三陣掉 TOWIE KENDRI 好 先取得球數上的 再來一個好球 再來一個好球 打成一個不一樣的一個滾地球 高登 傳一壘 還沒到他職棒的這個巔峰池 還沒到他職棒的這個巔峰池 反方向的高飛球 這球不妙了 到了牆邊 GO 也是一發揚春炮 YASIL POINT 打在陳文宜的手上 決勝是越來越大 你看這個偏高的球 這球是高起來的一個滑球 被他給逮中 陳文宜今天被打的第三支全力打 其實他被打全力打的頻率 還是稍微高了一點 加上今天 都是被右手的打者所打出去 回放落空 陳文宜三陣掉了TUNNER 行程的一出局 有時候主持人也會被嚇一跳 沒有注意 好 修正一下 這次是一個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遭到刺殺 又是一個滾地球大彈跳 在二壘壘包後面 GOLDEN 處理掉 行程的兩出局 好 這次在球術上的一開始就領 是左外野方向的滾地安打 找到三游之間的縫隙 各靠一發 揚針炮來得到分數 這一球代飛 在左外野方向也很深遠 又上去了 天地打你沒有話講 一點方向 哎呦呀 路到後面去要快啊 還好陳文宜五位 完成了這一個刺殺 也結束掉了在四局下半 盗集队的进攻 这位因对亚瑟普以及 全体长城各封了一把亚瑟炮 盗集队取得了二比一的零件 冰机的转过人 他在盗集历史上 也是一般知名的选手 这个飞球在右外也不够远 遭到了截杀 一阵怪风 因为会换带挡 他就应该可以换下去 要让他在95球以后 再来继续投 第六 因为就会有点疲惫 散蕾方向 接得漂亮 Dietrich 传一蕾刺杀掉了对方的投手 其实很接近 非常接近 有一片蓝 第二老的就是盗集球场 但还在保养 这个球 形成了一个四坏球的爆 结一个反弹 美包旁边 结果可以自己踩 D.Golden 结束掉了 陆代的巨人队拿下了世界大赛的冠军 刚刚的数据是过去五格局的下半 首先面对到就是前一次对他轟出拳打的压 所以组织就复合判了一个好球 肯定的高度 回棒落空 再一个high fastball 92麦 成为三阵掉了 Yasio Puig 这个球更增加了 竹枕半好球以后 Turner就开始摇头 开始心情不佳 50分的打点 两成94的打击率 连续四个快速球 再来一次 这一球头高起来被他给逮中 这一球 难道先传二壘这一边 Golden球没有拿好再传一壘 还是来得及 这一球细杀543的double play 成为一制造出来 他也很振奋 完成了六局的投球 这也是完成优质先发的一个表现 再来一首 Dedric的一个测动 Golden的转传 现在今天就Active 但问题是他左达着 所以没有排上先发 前天见太 他的好的先发 好的投球 让整个道具队现在 完全都投得下下叫 打击减 回放落空 形成了两好两坏 非常 问一下一类似 这一球被他带飞 但是并不营养 中外野 Ozuna 老神在在 把这个球给揭杀掉 再到目前为止呢 6.1局 最近都打第一棒 中间方向 滚地球穿越 形成安打 第一球拼 这一球右外野方向的 高飞Stanton 后退接杀 形成了两出局 棒头上不营养 这个小飞在左外野 天哪 这一球漏掉了 哇 原本以为这一局要结束了 但是现在出现了 这个意外插曲 打在手套 掉在地上 非常少见的 这个失误 虽然跑了很远的距离 但是其实已经到位了 现在没接到 手套不够距离啊 这是一个失误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因此要让陈文英退场 要换上右投手来面对 右打的Hernando 哇 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原本这一局呢 眼看呢就要结束掉了 但是 左外野手 这一局的失误啊 不但让现在危机持续的存在 而且陈文英也因此被迫要退场 其实他也才用96球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 反而是当MAT米里总教练 不愿意再让陈文英能认 虽然 这两分回来 如果是他的的话 不能算他的自责分啊 因为是因为 他是失误呢 造成这一局没有办法结束 但是如果是关于 好球喔 好球近雷 这是一个三阵出局啊 陈文英太高兴啊 帮他化解掉了 这一个一二雷有人的危机啊 让道奇队没有得到分数 而且呢 现在在持续 马力玉队是维持领先 陈文英依旧是 胜利投手的候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